習近平主席訪問了法國 然後真的是高規格禮遇 而且你可以看到 第一時間重要的訪問就是 馬克宏還有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蘭舉行了中法歐 領導人三面的一個會晤 然後習主席說 很高興能夠馬克宏總統 馮德蘭女士舉行會晤 法國是我今年出訪的首戰 今年的三方的會晤 增強了這次訪問的歐洲的意涵 中國大陸是用戰略高度 跟長遠角度來看中歐關係 而且還說把歐洲視為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的重要方向跟實現 中國是現代化的重要夥伴 希望中法關係中歐關係 能夠促進共同發展 然後也提到這個是很重要的力量 中歐要堅持夥伴定位 堅持對話合作 深化戰略溝通 增進戰略互信 凝聚戰略攻勢 開展戰略協作 推動中歐關係穩定健康發展 為世界和平發展 不斷地做出新的共識 不斷地都提到戰略這件事 亮哥 我確實 中國跟法國的接近 都是用戰略眼光看的 所以他們事實上 去年 就是馬克宏去訪問中國 他們簽了51點共識 亮哥很精闢的分析 51點 而且還約定雙方要每年見面 所以這個等於是回訪 就是從去年那個戰略的 51點的共識之後 習近平回訪法國這樣 那上次也是有個跟班的嘛 就是馮德萊恩 自己坐飛機去 那這次也一樣 我覺得馬克宏 讓馮德萊恩一起見面 有一個很深的用意 什麼意思 事實上昨天那個 法國的世界報 Le Monde 他寫了一個社論 他說 這個法國一定要讓歐洲 站在自己的背後 不然你法國 坦白講也沒那麼重要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有機會來主導歐洲 所以你才顯得重要嘛 因為四大區塊 就是我們坦白講 世界政治的博弈就是 中美 俄 歐嘛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只是說你法國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能量 來代表歐洲 所以我覺得馬克宏 始終記得這一點啊 所以不會讓自己 好像變成是單獨 去跟中國打交道 不會這樣 因為如果這樣 坦白講你的份量也不一定 有超過德國啊 那當然法國的政治份量 軍事份量都超過德國 對 但經濟底氣還是 對啊 就是你的份量 而且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這麼大 法國事實上 GDP也只有兩兆多 這個就跟中國差距還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顯然是 是有意要幫你打氣啦 提高你能夠代表歐洲的份量 那希望歐洲跟法國 可以更加的獨立自主啦 那這裡面 這個中國大陸不斷的去 去緬懷戴高樂的作用 對 對不對 如果不是戴高樂 那法國會跟中國這麼早建交嗎 不容易啦 他是西方第一個 對不對 而且1962 那個是什麼時代啊 對不對 就是 所以表示說 他當然就鼓勵馬克宏要勇敢 要勇敢獨立自主 做歐洲自己啦 對 我覺得有這個用意啦 那我覺得中國是正在這個角度看 然後就是 如果中歐能夠合作 那美國要搞的新冷戰就搞不起來 國際保護主義也搞不起來 那世界的論述 就可以更加的多元化 然後不會是單極體系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 在這裡找到一個槓桿 所以希望把你做大 這個跟俄羅斯沒有這種角色啦 因為美國 這個拜登已經把中俄 還有伊朗搞在一起了 對 中二一 那可是中國跟俄羅斯真的不一樣 俄羅斯就是只能夠 只能夠認這個結構了嘛 因為他已經被歐美 把他制裁了 對 所以他的選擇就是希望 跟中國有更緊密的結合 他只有唯一這個選項 他只有這個選項啦 我坦白講啦 對 可是中國不是 對 中國當然是希望撐住俄羅斯 可是 中國不會這樣 就只能夠有中俄結盟這個選項 他同時也希望能夠敲動歐洲啦 然後讓 讓這個世界更多極化 是 讓這個 這個世界不要那麼意識形態 不要 然後又要搞新冷戰啊 又搞那個虛偽的普世價值 這種意識形態啦 因為法國就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啦 坦白說 他人口6800萬 然後有800萬是穆斯林 這個結構美國絕對沒有啦 美國是3億3000萬 那穆斯林只有340萬 比例差太遠了 所以法國因為有800萬的穆斯林 使他知道 必須要去處理多元的 要平衡啦 價值啦 對 這坦白講法國除了極右翼之外 對穆斯林還是要有一定的包容 沒錯 所以就是基於這個角度 這是第一個嘛 就是指 對不同文明的尊重 那法國就是一個特殊的 這個白種人的國家 那第二個就是 法國在對國際秩序的看法 跟美國也不一樣 對 因為他不是安格蘇克森 對 那美國很多 講白了是 想當然爾的 從大英帝國角度延續下來的 帝國主義 而且都是安格蘇克森的角度 是 那法國好歹 對 也累積了一些家庭啦 就是 西方就是 英法各自 弄出了不同的帝國嘛 那本身就是競爭關係嘛 所以 我覺得他也從這邊 知道 從這裡可以會有不同的 政治的角度啦 這個 包括聯合國的投票 事實上最近有一個表決 就是美國想要沒受 俄羅斯的資產 對沒錯 歐洲反對 歐洲都反對 尤其德國 德國 法國 義大利都反對 都反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顯然的 政治立場的不同 對啊 然後比如說對以色列議題 是 對加沙 阿拉伯世界的看法 不一樣 那個歐洲人顯然就 認為應該比較同情巴勒斯坦 那美國就是完全 就是對以色列牽著鼻子走嘛 對不對 那還有 世界各個區塊啦 比如說南太平洋 嘿嘿嘿 那 AUKUS 那太平洋很明顯就是 美國跟澳大利亞結盟 然後把法國排在外面 就是AUKUS嘛 還搶訂單 搶人家的柴油潛艦訂單 那成立AUKUS也不邀請他 那法國事實上也是 南太平洋有實力的存在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去之前 他們在4月25號 就簽了一個 法國南太平洋島嶼跟 中國南部戰區的一個 合作的協議 這個其實 意在配空相當明顯啦 其實亮哥有說 中國大陸跟法國 南太合作真的是讓美國昏倒啦 對啊 什麼意思 因為美國就是想要圍堵中國 不讓他進南太平洋 可是你事實上對法國也是這種態度 真的喔 AUKUS就是很明顯 你為什麼沒有邀請我 那你去邀請一個遠在天邊 在南太平洋沒有角色的英國 你是什麼意思 因為南太平洋英國並沒有屬地 他沒有 可是法國有 來自邊都有 波里尼西亞 對啊 波里尼西亞啦 還有包括這個是更重要 對啊那個卡拉多尼亞 那很大的一個島 所以 所以沒有理由你要這樣搞嘛 坦白講這個除了你的昂煞主義 你還能怎麼解釋呢 是 對不對 你跟澳大... 澳大利亞跟英國都是Anglo-Saxon 美國這個時候說什麼 哎呀 中國 印度 俄羅斯 然後日本排外 你可能才更排外 我覺得他潛意識的 我講白了啦 什麼叫五眼聯盟 對 五眼聯盟就是Anglo-Saxon聯盟嘛 對 我們的第一手的軍情 是我們先分享 核心啊 接下來才是日本嘛 法國嘛一定是這樣 對啊 你們是第二圈的啦 對 那法國怎麼會服氣呢 因為法國我覺得 中國也看懂法國啦 就是 歷史上他是一個驕傲的文明嘛 他絕對不認為他輸英國嘛 不會 還發生過英法百年戰爭耶 對不對 歷史都非常美 那第二 他也是核武國家 也是武昌之一 對不對 那武昌你現在看到 美英跟中俄已經對著幹了嘛 那法國剛好是 第三方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槓桿的角色 那 第二個就是他跟北非 阿拉伯裔的關係 他當年的時候 因為他 你去看他的殖民地啦 敘利亞伊拉克本來就是他的 然後越南跟高棉 就柬埔寨啦 也是他的 所以他有一些 特殊的殖民史的經驗 還有非洲 西非 所以中國當然知道啊 就知道 他有一些觀點 地緣政治的觀點 跟美國英國是不一樣的 是競爭關係啦 那因為中國又沒有殖民地 所以對中國來講就是 我能夠在裡面 找到借利使利的空間 我當然要去運作嘛 這裡面真的唯一就是法國 這真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了 就是 他是屬於西方國家 他是屬於北約國家 表面上跟美國關係很好 因為自由女神像就法國送的啊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去看 他潛在的意識形態 真的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我們知道叫做 一天到晚在講自由民主人權 法國不是啊 他是自由平等博愛啊 自由民主人權跟自由平等博愛 是很不一樣的 平等就是 他真的左翼的比較有歷史傳統 所以呢他會看到這個世界的不均啊 那因為 因為他的左翼很強大嘛 這個 坦白講那個馬克宏也是左翼啊 對不對 那 還有另外他有博愛的思想 是 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就是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傳統啊 坦白講啊 這個世界上有三大革命耶 法國大革命 俄羅斯革命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革命耶 這三個革命都有博愛的思想啊 都 都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啊 對 美國革命基本上是沒有啊 美國革命基本上 就比較像是一個獨立革命啊 然後自由 爭取自由的革命 法國大革命不是啊 法國大革命是 他本來就有平等的思想 有博愛的思想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也發現 事實上坦白講啊 因為我讀了蠻多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書啊 他們真的就是比較 對中國革命就是比較理解 OK 因為他就是左翼很多嘛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事實上是救了中國 就他們有很多觀點啊 跟美國真的是 很不一樣 所以新華社用了一個標題來說 這兩個國家的接近 他說兩大力量 兩大市場 兩大文明的接近 其實這個是很深刻的觀點 這三句話就是點出這三個國家 兩個國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對對對 兩大力量就是法國有獨立的軍事 對 剛才講難太 還有政治嘛 對不對 兩大市場 就是兩個市場要接近 那你如果是代表歐洲 可以主導歐盟 那歐盟是很大的市場 對 是中國第二大訂單啊 對不對 是啊 那第三就兩大文明嘛 所以他是很深刻的啦 對 是 所以亮哥講到這一點 第一個呢 兩大的這個 這個 比如說 剛剛亮哥說兩大力量 我們這個南部戰區講過了 兩大市場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就可以知道 法國跟中國大陸 合作的空間可大的 第一個 很多個第一提到是說什麼 法國是對華投資跟這個建設當中 西方最早的國家 第一個 然後雙邊貿易額其實不高 2023年雙邊貿易額是789億美元 中國大陸自法國進口增長5.5 但是這個數字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 對 然後呢800多倍是說 建交60年中法雙邊貿易增長800多倍 其實還是不多 然後呢 再來2024年1到2月的時候 法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增長585.8倍 我想問一下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經濟的這一塊 然後還有文明這一塊 我們看下一張 因為亮哥也不斷提醒說 中國大陸跟法國其實 歷史淵源很深 尤其呢 馬克宏曾經也送給習近平主席什麼 論語倒讀啦 這是法國版原著 只有兩本全世界 然後一本送給了習主席 一本放在了巴黎博物館 習主席說這個禮物真的很珍貴 我要把它帶回去收藏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然後呢 戴高樂 其實中國大陸最近也不斷提醒 戴高樂就是法國第一個跟中國大陸呢 成立呢 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 然後他孫子最近也在中國大陸 也是中國迷啊 然後他說其實呢 他的祖父嘛 早就看到了他在經濟文化交流啊 這些是一個大國的事實 中國大陸是一個真正的大國 而且呢是個自豪的民族 其實中法真的有點像啦 我說實在啦 尤其是經過社會主義革命 那就更像啦 就是 就是你去看法國的那個國歌啊 馬賽進行曲 那也是軍歌啊 然後中國義勇軍進行曲也是軍歌啊 對不對 那是在求什麼啊 求被打壓的人翻身嘛 事實上法國也是這種思潮啊 事實上二戰之後本來他最大黨是共產黨 對 對 是被美國打壓啊 那可是他左翼一直都很強大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在這裡講說 法國有很多著作 事實上你剛剛講到那個論語啊 論語倒讀1688年的書啊 對 馬克宏交給習近平的時候他就說 他說那個福爾泰跟盧騷 都承認他們受到論語的影響 我覺得很少有國家會這樣跟中國做外交啦 那個是他們的很大 法國很重要的思想家 然後跟你的論語 對 對接 去對接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這個 將近這個三百多年前 就有這樣的思想的交流 大概很少人會跟中國這樣對接吧 對 真的 就是法國吧 那習近平就跟馬克宏說 他小時候常常讀法國的書啊 他讀過很多法國的書啦 事實上我也知道啦 什麼紅與黑啦 還有這個 這個巴爾札克的小說啦 一大堆啦 這個 坦白講法國 還有歷史上共產黨勤工俭學 有多少人是留法出身的 事實上 中國到外面留學回來搞社會主義革命 最多的就是法國跟日本 這非常明顯啦 是 所以 所以就是說他真的是 就是有很多淵源啦 所以法國左翼的知識分子 本來就是很不喜歡國民黨 他是親共產黨 是吧 法國1968年的學生革命 那時候標舉毛澤東耶 所以真的有很多歷史上的交錯啦 所以我是覺得啦 以前為什麼我們從經濟面來講 你說中法的貿易為什麼會這麼小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好好地去經營啦 我隨便舉例啦 因為德國是一個製造強國嘛 所以坦白說啦 中國是從製造業開始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跟德國對接 這個是最迅速 比如說你各種工具機啦 這個汽車啦 方方面面就立刻對接 那 因為中國大陸那個時候很多東西 根本就還沒起來嘛 比如說我隨便講 比如說空中巴士 對 中國哪有航太工業 是最近才開始有嘛 對不對 那結果呢 空中巴士現在就在成都 成立一個全天候的 組裝廠 全天候的 他這個不只是組裝廠 還包括 全中國地區零配件的調度 那很重要 零配件 就是他要成立這樣的 那他組裝廠很多啊 天津早就有 對 天津也有 那 空中巴士 大概他 會在中國成立非常細的 零部件的生產 還有服務體系啦 大概都會在中國大陸 對 那比如說我們再講 法國最大的化妝品集團 那個Oreal Oreal他在中國成立全球 三家研發中心之一 在中國 就化妝品 對 那坦白講這個一定是 因為法國就是奢侈消費品的老大 那以前他覺得法國大概也還沒有這方面 中國還沒有這方面的 製造能力 需求早就有 可是沒有製造能力 OK 那可是最近他越來越看到中國的一些 服務業要開始崛起了啦 我舉一個例子告訴你就知道了 這個電商啦 中國大陸在去年法國的電商 他創下410億歐的消費額 蠻大的 411歐 那是德國意大利跟西班牙的總和 哇 一個國家 就是法國 那你就知道這個國家真的有點特殊啦 就是你要跟他對接 要對接的對啊 比如說他最近就喊出一個口號叫 從法國農場到中國餐桌 這個就是一個好訴求 因為兩個民族都是愛吃的民族 對很有文化 吃的文化 種美食啦 那法國的農業坦白講 你只要去問我們賴岳謙賴老師 他現在正在享受呢 我跟你講 法國的農業精緻到什麼程度啊 所以他那個農產品的加工品 我坦白講比中國精緻啦 法國菜會變成貴族菜 會名揚全世界這個是有原因的啦 他很講究啦 而且講究多久了 講究了大概將近四百年了 所以就是 皇族嘛 越來越講究 有越來越多的人去研究 所以他大概就會開始增加他的農業的 加工品對中國的出口 那我認為也會在中國 從今年開始啦 會產生更多的法國式餐廳 是 那中法一定會蹦出火花啦 因為中國的廚師也很厲害啊 這裡面一定會有一些交集啦 那還有文化的交流 你可能就會有更多的旅遊啊 更多的文化產品啊 我認為今年都會開始 大量出現 因為今年是文化旅遊年嘛 對 沒錯 那我跟你講喔 那中國大陸整個再生人員起來了 這以前也沒有啊 中午有一個集團叫敏石集團 他去法國有一個地方叫做 汽車谷 應該叫做電車電動車啦 他去那邊做電池 就是做電動車的電池 聽說長達100公里 在那邊建立各式各樣的廠 這個以前也沒有啦 然後法國的電力集團 現在要去跟中國的廣核集團 就是核電啦 要做合作 因為中國大陸 決定要提高它的核電比例嘛 所以中法搞不好會聯合 去發展下一代的核電廠 這個大概也在醞釀中了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 它大概有很多項目啊 就是法國這個國家 真的比較特殊啦 就是它是方方面面啊 然後 所以現在大概要進入 新的爆發期啦 我認為他們的貿易 很快就會超過1000億啦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打yet性跷整理 現在在ここ一直 bruk過 我們有個別的選控 之波音宣溶 queries 表示